今儿了都说孩子的世界大人永远不懂 小孩的世界里边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小小的脑袋瓜里边装着无数奇奇怪怪的想法 没有条条框框是天马行空 可是尽管孩子的世界很奇妙 孩子的想象力是无穷的 但是孩子气死人不偿命也是认真的 妈呀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象形字吗 萌娃掌握了象形字的密码 正写老师布置的作业语字呢 好家伙 第一行是正确的写法 可从第二行开始语的点越来越多了 到最后已经密密麻麻看不清楚了 你瞅瞅 从毛毛雨到大雨到漂泊暴雨 裸眼3D练字就是让你有种雨越看雨越大的感觉 小小年纪就对象语量有如此深刻的理解 硬生生怕雨字写出天气预报的感觉呀 二年纪的嘉宾作业 这小男孩上次的感受我非常高兴 他点留心了 感觉他非常有想象性 雨一直下 不对 是雨越下越大 气氛不酸融洽 人家写的是雨 你写的是下一天的雨 还行那格是有限的 要不然你这雨都停不了了 人家写的不是字是心情 这孩子也是挺实在 一点都不会偷懒 你说写那么多点你不累听吗 我小时候能少写一笔我就少写一笔 更何况我掐指一算 雨点白点功夫白费 这回越下越大的不是雨 而是眼泪 还得重写一遍 这一年颇有我当年的神韵 谁的童年没有故事 谁的童年没有故事